问起大家哪国在世界上最强大 你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 那当然是美国 如果我再问你世界最乱的地方是哪 那一块地区不仅最乱 资源还最丰富 宗教文化最浓厚 这样你应该不难猜到 真是局势一直紧张的中东 新闻所报道的中东的局势一直是动乱不已 由于自家的宝贝太多 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垂涎 引起强国蠢蠢欲动 就连自己也后院起火 互相厮杀 而今天 中东地区土豪国 协据款来中国向我们请求帮助 是怎么一回事 说起这件事 还要请出今天我们所要说的主角 纯正中国国产华为科技 在手机市场中 华为一直作为中国老大哥的形象带领着众小弟 自己迷心于科技研究 出了不少让外国都看了眼红的高级产品 近几年 华为也是风光地走出自家大门 向全世界展示着身上的亮点 这不就联系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东土豪求帮助 求谁呢 求得就是今天让中国科技 在全球扬美吐气的华为 美国一直看中国不舒服 无非就是几度我们领先得到了 它还没有做成熟的技术 华为5G就是其中一例 尽管受到美国的种种阻挠 但华为最终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消息 成功打入中东市场 在中东地区接手了六个大单 更有媒体爆出 在未来十年 华为5G的市值将达到2700亿美元 此外 华为还在别人家举办了5G生态大会 阐述一些新理念 在此过程中 全方面的展示了5G的优越性 这才敢让土豪沙特下定决心 拿出巨团请华为帮助他们做5G 华为的影响力可不仅仅波及到中东 就连一些欧洲国家也不顾美国的感受 厚着脸皮要求和我们合作 有外媒爆料 下个月德国将携手华为 共同建设新的实验室保护信息安全 自家的点产不行 看中了我国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华为 去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如此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成功的老板 作为华为的老总人正非 在中国企业家中做到了表率 为中国做事业 以高品质的服务和高端的产品 在世界上站住脚跟 中国的企业也再一次在世界面前傲气起来 不断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感谢观看